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定历史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 中国可以说是经历了百年的浩劫 在近代的时候,中国更是发生了不少战争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台尔庄战役 当时的日本在南京胜利之后 开始接着往前推进战线 率领日军向徐州进发 我国军队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为了取得胜利,派抢了大量的军队赶往抵御 两军在台尔庄相遇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毕竟这场战役对于我们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如果台尔庄被攻破 那么相当于徐州的门户被攻破 尤其运河,如果被日军占领 那后果很是严重 所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日军由于太过轻浮 以为自己有武器装备的优势 在之前的战役中都是轻松胜利 这次也不会例外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之前来攻打他们的军队 一直不放,紧紧地与他们纠缠 这一交火就是打了一个月 不仅仅是我军当时需要一场胜利鼓舞士气 到最后,日军已经濒临战败 但是此时,他们的援军也快赶来 不过,我军的指挥官立刻下令追击 直接将日军打败,保住了门户 台尔庄战役打了快一个月 中国参加这一场战役的人数 一共有29万人 日军只有5万人左右 但是这一场战役打下来 中国军队损失了5万多人 而日军只损失了2万多人 虽然说我军牺牲人数较多 但这确确实实是一场胜利 增加了人们对于打败侵略者的信心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增添了许多的信心